美鳳議員 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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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謝謝 我們現在四個黨團的代表 都已經到我們的協商會議室 那我們正式宣佈開會 那麼我們今天要進行協商的議題 還是今年度的總預算案 105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 預算營業 舉會營業部分 那麼我們這個協商會 從上個月6月6號 還有6月7號 一直到7月26號早上 總共我們召集了 將近有8次的協商會議 那沒有一次能夠召集成功 所以我們在過去的8次 算是協商失敗 所以進入表決 那進入表決 民進黨黨團提出 希望在臨時會把它完成 而且大會也做了決議 把這個開會的時間都把它定下來 那我們就依大會的時間來進行 雖然中間有一些休息 但是我們的工作人員還是負荷非常的大 所以昨天在休息之後 那我們有一位意識人員 身體出了狀況 那麼昨天就醫之後 就已經回家休息 那我們覺得 這樣一直對立表決 也不是辦法 所以今天早上再召集這一次的學商 希望透過黨團之間的一個協調 能夠讓這一次我們的臨時會 最後兩天還有總域算案 能夠成功的來把它通過 來振興整個國家的經濟 所以我們現在就請各黨團表示一下 最後這兩天怎麼樣 彼此之間的互動能夠好一點 那把一些案子大家來做一些整理 那在最後這兩天能夠順利的來通過總域算案 那我們現在還是先請民進黨 來柯總召 今天也看到所有黨都坐下來要協商 我想我們坐下來當然是要協商 協商就是談判就是折衝 就是大家互有論斷乃至於妥協 為什麼 當然是為了整個議事能夠順暢 過去保安院長17年 當任立委員長的時間 大家就是這樣 這個場 這個地方 還有多少是草野協商 那今天我們回到今天主題 剛才蘇院長有談到 從6月6號到今天 我們人總共召集了8次的草野協商 當然我很清楚 國民黨當作反對原因 那我個人私下 我想跟國民黨談了不下10次 就是說一直希望就是說 立委員不管怎麼樣 朝野野蠻再怎麼對立 整個地環的運作 還是要能夠基本的維持 過去民進黨不管再怎麼強悍 再怎麼抗爭 現在所有的抗爭 所有的意識抗爭手法 過去殖民的論都用過 我們也想盡所有方法 少數的所有方法 都去研發創造出來 創始者我們當然了解 當初的苦境 但是不管怎麼樣 民進黨在過去 再如何強悍 標磚 但是乃至於佔領立法院 佔領主席臺等等 最後一定要維持一個 就是站在一個道理上面 在一個基本遊戲規則上面 在這個原則上面 你有邏理才有力量 我希望說國民黨今天你們在 當然一下子 變成如此的窘境 大家都會非常體會 那我希望國民黨能夠 好好思考一下 整個本身的戰略邏輯到底是什麼 是只有焦土嗎 這樣這個是除了立法院不能運轉以外 對於貴黨也不是很好 你要重新在飛機中站起來 尤其黨團領導者 要特別冷靜去思考一些問題 我們希望國家是一個健康環境 思議會有 也有有效制衡的在於黨 不管多少黨 朝委當然是 一定有攻防嘛 但是也有制衡 在於黨挑戰政黨天經地義 我們都很清楚 但是呢 希望國民黨今天好好想看看 我們過去會這樣搞 不會吧 所以 今天我們談到今天 所有的遊戲規則裡面 當然到立環遊戲規則 大家都照這個遊戲規則來處理 那面對的 就是說 以前我們執政的時候 國運中央政府總預算 大概卻上一個月 國運四月預算要卻上三個禮拜 就是每個月沒走 所以可不可以一直進來 理工精委員大家都知道 就是這樣 我們在於黨我們也是這樣 讓時間會短一點 只剩下兩個禮拜 那今天我們這個時間都沒有 那我希望我們今天能夠談出一個 從日本的遊戲規則出來 所以在這裡拜託 既然來了 大家坐下來就好好談 那 第一個 就是說 點名表決的部分 我想 在點名表決 再重複表決 哪個都是多餘的 這引起大家 那要火氣而已 你知道遊戲規則來怎麼樣 我們都無所謂 因為 議場本來就是 這個是從以前 為什麼點名表決 民間初步一直到現在 現在議場就顯明制了 一間就是 七月就出來 顯明制了 何必再點名表決 你說委員會我們沒有任的 委員會沒有辦法 他沒有表決去 所以這都是假的 這個大家 先說 這個賣 我們才會說 會比較部分 會比較部分 不是說不說 大家來說好賣 那有關於 有了很多問題 相同的案子 比如說 一個案子 台內的公安會刪除 100萬 80萬 70萬 50萬 20萬 都同一個人配 這個是沒有什麼道理 那你就弄一個案就算了 你到底要哪一個案 後來這一點 有跟國民黨 這一點他們後來浪布了 就是表決一個案 今天叫你 你大概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而且矛盾很多 因為那個前數刪除 然後其餘凍結 那這三組就變0 沒辦法凍結 你自己去檢查一下 很多鬧笑話的 很多鬧笑話 因為三點數 比原遺傳數多了 這些大家講 弄出去都不好看 所以你自己去檢查一下 頭前這先拿掉 點名表決 第二個 讓大家整理一下 第三個 我希望就是說 整理好以後 我們至少來談一下 耳後兩天 一些遊戲規則 是不是可以 耳後兩天 今天兩天 大家 你們最初看看 不管怎麼樣 還是 是一個 有基本能夠維持 運作 認真的地方 我們開始協商 就比到過去 我們怎麼 遠近我們怎麼協商 我們就怎麼協商 幾點來我們就幾點來 看到 都是搞到晚上12點 一直談下去 而且速度很快 有的是多餘的 你們也要堅持 有的是政黨本身核心價值的問題 過去我們是這樣 到最後沒有辦法 我們知道少數 知道我們堅持幾樣 一定要表決 而且 接下來還有 費營業基金 那 這樣才有 假如說 有這樣的共識 有一個公化買 以上三點 淘吉堂 點名表也不要 第二個 你們自己整理 我們幫你整理 大家一起看也可以 把這種 這種已經 瑕疵非常嚴重 的東西先起調 第三個 我們來 我非常期待 會懇求 會拜託 我們一個好說 一個好說 結果怎麼說 結果怎麼說 結果昨天也是這樣 這麼說的 所以 人來談一下 我們 剩下 我們現在才 大家要有基本的輸入關聯 總共將近一千五百個案子 就是要表決六千次 一次兩分鐘 就一萬兩千個小時 兩百個小時 就兩百小時 我們到現在 獨二頭 一百五十幾個案子 完全是 剛好十分之一多一點 所以 要來面對這個時候 我們來面對 那至於 有沒有這麼多的時間 可以讓大家 我們學生到哪裡 至少這次臨時會 能夠用一個 讓外面 基本上還有點尊敬 林環宇還是在運作 將來ending 至於 後續 第二次等等 以後再論 我希望我們今天 最基本上 回到一個軌道上面 好不容易各黨都來了 回到軌道上面去 然後我們來 認認談 談 以上三點 就是 民主金目黨 最基本的拜託 結局也是這樣 好 至於 國務院事業 絕對不是 未順利 講坦白講 講話就是這樣 在這裡 交土對立 只是對誰有利 大家很清楚 但最終 對國家是不利的 這相信五兆 還有很多 新興 新興的 計畫 還有新的資本支出 這些都沒有辦法做 然後整個經濟 陳述效應 那我們都把這個 那個是擺爛 那國務院事業最高興 全部照額預算數 動資 這連基本先 那當然我們現在委員會 有了解 我們會走一趟 整個3千 就13% 3000多億 但是裡面有2800億 是中油 因為油價降低 所以真正能夠監督到 合理的監督 到委員會以外 你委員不是說 委員會以外 就不能刪 因為還有 宴會的事情 所以各黨都可以 任何的3.1 3.1 所以 當然一個 嚴格監督也罷 我們都接受 好 大家好好談 這樣才能夠運作下去 我希望說今天先把這個原則 大家放下所有 折火器以及對立 來好好談 那是不是我們黨 應該 我相信 你們冷靜的想 應該是這樣子比較合理 大家回到正常的軌道上面來做 好 謝謝 謝謝 柯總召 我們來請 德烏兄還是 好來 我想 剛剛我們柯總召啊 講的長篇大道 但是 從 這個過去 國民黨執政到在野 我想國民黨執政那時候 非常尊重在野黨 今天清明黨 也有同仁在這裡 我們那時候 幾乎 就是尊重在野黨 很多事情 大家可以做理性的溝通 協調 但是我們看到這一段時間 反正你在委員會 連一個字也不能改 改了以後 我們就用多數暴力來表決 把你處理掉 然後送到院會 所以說 你說協商八次 八次我們為什麼要參加 對不對 一定 你如果每一年 全部都是用那種 暴力式的來處理 那我們 對不對 就不必處理了 我們就直接到 院會裡面來訴諸表決啊 因為你什麼都要用表決的啊 對不對 而且我們正常的會 六月一號開始 一直到七月中旬 四十五天會 你正常會議不處理 用臨時會 那臨時會也是民進黨提的 第二個 從七月二十六號 一直到七月二十九號 晚上十二點 不斷電的議事 也是民進黨提的 第三點 要不要休息 是在院長跟副院長 你們組織會議的人來決定 給所有的意識人員工作同仁 有一點喘息的時間 但是這幾點 我想院長你很清楚 昨天晚上我們有去看那個議事人員 他兩個眼睛啊 旁邊都患淚水 我們看得很心痛 我認為說 你身為院長 你不會體恤你的同仁 他的先生在旁邊照顧他 我們看得真的很難過 最起碼 他說他三天沒有辦法去大號 為什麼 因為壓力大緊張 對不對 那你今天很簡單 什麼都是你們來決定 那國民黨團 我們全部都是照議事規範來走 我們沒有預約 我們主要照議事規範 因為你們現在全面執政嘛 那雖然營業會營業預算 根據預算法第88條 其實你就是沒有在法定時間過 他還要照用 除非新增的資本們 那大家都清清楚楚的 但是你們用這種方式 對不對 反正 甚至於說保留十分之一 然後我們未來 再 請他來報告以後再來解凍 你們也不願意 對不對 什麼都不行 那全面執政全面放水 我們責任我們認為說 我們應該為人民來監督預算來把關 我想這是民意代表應該有的責任 所以說這段時間 反正你們委員會連一個字也不能改嘛 改了以後 要修一個修正動議也不行 那不行你們都要表決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一切議事規範來走 對不對 因為臨時會是些處理 重要民生經濟的議題 那我們上次有提南海主權的問題 周修二立的問題 家牛進口的問題等等 但是全部你們把它封殺掉 對不對 那我想 今天你要談 要怎麼談 對不對 我想今天要是說 民意代表 既然我們在委員會 裡面都不能做處理 然後在院會裡面 當然我們一定要透過 正常的方式 也是議事規定 來做處理 對不對 我們沒有議員 我們都照整頂來 對不對 有沒有其他要補充的 有沒有要補充的 好 我來跟四個黨團說明一下 我們在工作人員的調度 完全是符合相關法律的規範 那難免身體狀況 我們都覺得非常非常的不捨 的確是壓力滿大 坐在那裡 面對委員的每一個提案 要練每一個字 而且不能練錯 的確是壓力很大 所以我們往後也會多增補一些人手 盡量把他們的時間縮短 來處理這樣的事情 那第二 這個我召集的協商 是沒有表決的 我們是共識決 所以到協商會議來 不會用表決來處理每一個案子 是有共識跟沒有共識 那到院會是不一樣 你們要的就 學商不要的 就用那種暴力式的這個來表決 我想這一點我們要讓大家知道 對啦 但是協商會沒有 你們在那裡的問題我們就來協商 那你如果認為這個問題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我就是給你表決 沒有啦 我們協商是沒有表決 這一點是非常 是啦 是啦 所以協商這裡沒有表決的問題 那 對 所以 我們想往後還是能夠多溝通 後來我們請時代力量 我想 因為昨天那樣的事情 我們有一事人員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社會都在檢驗我們立法院 我想今天大家都在看說 立法院整體而言 怎麼對這個事情做回應 那 我們的要求其實蠻清楚的 就是說讓這個社會覺得我們有回應 有對這事情有個反應 那我是建議說 其實現在也很多人就開始在檢驗我們這幾千案 到底有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是建議說一些沒有意義的案件 是不是就把它撤掉 這個我昨天就看了 這個中油的案子 差一千塊的就四個案子 那我意思是說 這拿出來 老百姓也不是白癡啊 拿出來大家看也都知道 這不是真的有實質意義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如果我們有去檢討 甚至把它降低這個數目 我覺得第一個大家會覺得我們有反應 那第二個我當然同意就是說 很多醫師規則是有這個規定 可是做那樣的事有沒有意義 如果我們今天 昨天那樣事情 然後我們今天又繼續 像昨天前天這樣在做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社會的反應就會覺得說 我們沒有很冷漠 然後還是持續在我們的政治計算裡面 所以我們基本上認為說 像點名表決啊 重複表決啊 這個是沒有必要的 如果我們能降低案件的數目 然後把這些議事 我剛剛同意這都是規範 規定裡面有的 可是有沒有意義的問題啊 不是所有的規定都要照著做 那我覺得這樣來做的話 我覺得大家外面會覺得說 立法院其實是有些改變 大家不是在那邊虛耗空轉 然後消耗我們的議事人員 那我也覺得說 過去兩天實在太便宜這些行政部門 很多案子就是表決 其實我們很想討論 我記得還有一兩個案子是 國民黨案子我們也支持 結果國民黨自己有意義了 這樣就變成說 行政部門的監督我們根本就沒有機會做到 那時代力量本來三個案子 32個案子 也測掉六個案子 那陸續如果繼續這樣 搞不好有很多我們也被迫要測案 我覺得這也很糟糕 所以我覺得達到實質監督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做 所以真的懇請各位 看一下 我想所有人都在看我們今天開完會以後 怎麼對昨天的事情做反應 所以我們的要求很簡單 有一些沒有意義重複的案子 我們真的就把它取消掉 然後重複表明或點名表決 跟重複表明這一塊就不要了 如果真的差距很近 我覺得有必要重複表決 我覺得這是有意義的 如果差距這麼大我覺得就不要 那是不是真的能有一些 比較實質的審查過程出來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讓這個社會知道說 我們立法院其實有在方訊 那這樣我們開臨時會也比較有正當性 這是我們的立場 好 來請那個李鴻金雄 謝謝院長 其實今天可以坐下來談 第一個已經 很難能可貴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不是在談它的內容細節的問題 今天其實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其實有它的原因跟它的脈絡 民進黨在國會首先取得多數黨 這是第一次 國民黨在國會裡面變成在野黨 這也是第一次 那兩邊我是覺得都還在磨合 都還在學習 那如何扮演好國會的多數黨 如何扮演好國會的少數黨 其實從現在這個是我們的第一個會期 我是覺得應該藉由第一個會期在結束之前 如何扮演好多數黨跟如何扮演好少數黨 應該趁這個時候大家取得一個共識點 如果這個共識點如果不取得的話 這是第一個會期 我們後面還有七個會期 那每個會期可以預估都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都會變成這個樣子的話 對國會的運作也好 對社會期待也好 一定會有它的原因 那當然我們會認為就是說 在國會的民主社會裡面 應該是屬人頭的一個制度 就是少數服從多數 那這個也不能用單一這個方向來講 因為國會的聲音是多元的 在當初國民黨多數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說一定都是用屬人頭 這個我也憑良心講 那他們也是在議長的主持之下 如何來大家取得一個大家的共同的一個 大家可以接受的一個方向 然後才可以盡量的不會去讓國會去 整個用這種焦土或杯葛的現象產生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很難的一個磨合 那很難的一個磨合裡面 因為如果你只有單一用屬人頭的話 那少數黨在國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要注重少數黨 小黨他們的多元的聲音 這就是國會的一個另外一個 我們講的基本的一個民主 所以在這個方向裡面 在這個前提裡面 我們是建議民進黨這邊跟國民黨這邊 究竟你們民進黨可以讓到什麼程度 國民黨究竟要什麼樣的程度 他才願意可以承受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磨合 那這個我建議是應該是好好的去找個 應該在坐下來好好的去談出一個點出來 因為從剛剛從兩個黨的談的方向裡面 我覺得還是沒有交集 那沒有交集的話只是還會重複再重複 那如果這個會期我建議院長副院長這邊 如果這個會期不把這個大方向大邏輯把它處理好的話 大家有這樣子的共同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基本的方向出來的話 未來的每個會期都會同樣 重複再重複 那我想未來我們的國會 我們會非常的擔憂 所以親民黨的立場很簡單 就是究竟 因為國民黨所提的想要的 那民進黨這邊給予的尊重 大家都可以都退讓一步 然後取得共識點 如果連這一點大家都沒辦法取得的話 我們待會我也是覺得 我們待會就來提一個上會動議 那上會動議的話 我們希望各黨的話就不要舉牌 開放給委員自主 然後大家來決定 我想這個是最後一步 我也希望不要做到這個程度 那還是希望 因為這個是最後會期的 剩下兩天的時間 這個磨火點不出來的話 要不要開火 一樣又一樣 大家都會很辛苦 那百姓也會對我們整體的國會 也會非常唾棄 好 謝謝 好來 那我們就進行彼此之間的溝通 剛才柯總召有提出 能不能先處理一些程序的問題 就是在進行議事程序相關的問題 包括像點名表決 是不是先不要提 那重複表決先不要提 那第二就是 能不能把比較不合理的法案 我們稍微先整理 然後測案 那合理的法案 當然就 各黨團之間 看有沒有非常堅持 有堅持的話 那執政黨這裡要不要讓 這個當然執政黨自己要思考 那大概就是 整理之後 然後再進行相關的 看要是要刪減多少 那看要不要讓 那如果 基本上當然是希望執政黨 能夠盡量尊重 在野的幾個政黨的建議 我看大概 包括徐永明委員所提的 大概也是這個樣子 那看大家表示一下意見 好來 我建議 剛剛有委員特別提到了 社會的期待 跟對立法院的未來的運作的可能 昨天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有一個非常簡單的靜音 當然也有很複雜的原因 我們不講 那個靜音 就是民進黨提了 82小時聯繫不斷電這件事情 院長在做裁決的時候 我現在回頭想起來 我們的思考欠周遠 決定倉促 甚至你們根本都已經講好了 你們就決定要這樣子做 這個就是多數暴力的一個典型的一個 一個決策 所以當時就決定了 就這樣子做了 也難怪就會發生昨天的這個事情 不要說這個職員工 這個身體不適 連委員一開會都趴在桌上開會 躺在那邊開會 像樣嗎 真的不像樣 所以先把這個測掉 我們再談那個細節的部分 那個點名表決 我們完全按照議事規則 我們絕對沒有預約 完全按照議事規範來進行 你們先把那個測案 或許我們還可以談到其他的 有人回應一下 我們今天願意來 絕對不觸及任何提案 提案權是每一個委員的 我們必須要預以尊重 好來 有關於剛才六個都委員所談的 第一個 為什麼提出說一直表決下去 其實每天都在收錢都沒意思 這是很 你倒過委員 你們是徹底要癱瘓 當然我們一定要這樣做 那我告訴各位 在我印象所及至少三百以上 我們第二天進來的時候 民國八三委為了全民建馬法 然後查一張歷史資料 就是聯繫表決三天以上 沒有停喔 還有不斷講 那時候林鄭姐會一樣 第一次拿一個手提麥克風 第二次發言 我們接續發言 然後表決 那一百多條全民建馬法 當然是搞三天以上 到最後沒有辦法停下來 才時間到了 第二次 為農業費法 在第四屆第一次 低廢期的時候 為農業費法 三天 足足三天 這過去也是這樣 這意思規則就是如此 但是到最後我講持平的話 第三天到的時候 第一個倒下去是誰 也是意思能言 意思就是意思能言 那一次倒了一個 還有總統副總的選爆 意乎如此 那當然中間 總統副總的選爆 中間有浪漸更長時間 就一直下雪 這個 這個就是照意思規則來 至於說你們決定那部車案 很多是黨個人提案 那個都是托辭啦 黨團出門就是黨團決定一切 像我們有很多委員 個別提案 我們都簽下來不要了 包括時代量他也知道 這個不如不意思 他們也撤很多案 親民黨幾乎全撤了 基本上全撤了 這是表現一個誠意的問題 你說個人委員沒有辦法撤 那是你黨團的偷辭 那你黨團有多少案子是同樣的如此 你們提出來 總是可以撤吧 那今天 好 我們現在說就用 叫民運黨先答應什麼 人家說照光照鏡就說看看 今天不要去表現 今天不要去表現 就去表現沒關係 在這裡要去講也沒關係 這都可以嘛 我們不要讓歷史大家 大家在這裡 把它整理一次嘛 就像過去炒的形象這樣嘛 兩天不過沒有關係 至少做多少算多少 好 那我們不要去農產表現 那至少我們這幾個做在這裡還可以吧 進去一個月啦 那在那邊我給大家拚命 中間那個州市就翻掉了 也有什麼事情都有啦 但是大家還是坐下來談 好 你假如說不要去表現 這樣表現在這裡談可以啊 好 這個我補充一點之後 請黃委員講話 好 那一天民進黨提出要連續開會 是所有各政黨都無意義通過喔 是大家都贊成的喔 不是我裁決的喔 不是我裁決的喔 這標你們可以反對啊 不是 你可以反對啊 怎麼我院長可以裁決你們的提案 不能這個樣子啦 你不能 而且有時候我喊休息你們還會罵我 落跑院長 你看 那到底要指持還是不要主事 要休息還是不要休息 所以 這個是你們都沒有意見通過的案子喔 來請黃委員講話 第一個部分喔 大概如同剛剛院長所說的 當初民進黨提這個案子出來的時候 在場的黨團沒有人有任何的意義 我覺得把這個責任全部丟給民進黨團承擔 是不公平的 第二個 在院會做出了這樣的決議以後 院長在做的就是按照會議的決議 在主持整個議事的進行 我覺得把這個責任丟給院長承擔 也是不公平的 那第三個部分是 發生在今天以前的事情 我想大家如果要繼續吵下去的話 過去這幾天各自的表述都已經說很多了 我們有沒有可能 針對讓整個議事的程序可以進行的部分 大家再想一想 那做一個決定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 那剛剛各個黨團大概表示的意見 第一個是有沒有可能 針對一些重複性的 或者是不是那麼重要的議案 能夠先做一個處理 那第二個部分 在表決的程序上沒有錯 的確按照目前的議事規則 是有點名表決這樣的制度 那問題是 在我們已經有記名表決的情況之下 透過去提根本沒有可能會進行的點名表決 事實上只是在浪費整個議事的時間 那希望可以大家再考慮一下 我覺得是不是我們在整個討論上 先針對這兩個主題 第一個是就案件的部分 就案件的部分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我們總共提了 時代力量黨團總共提了36案 那36案裡面 那如同剛剛柯建民、招委所講的 有一些議案 因為我們不想要再讓醫事人員辛勞浪費太多時間 有兩三個案子 我們是自己把它主動給撤了 那希望說其他的議案是不是 大家可以再想一想 沒那麼重要的就把它撤了 OK 好來那個 秉睿 我想是這樣子啦 冷靜的考慮看看 因為 義式杯葛我們在立法院這麼多年也看過很多 但是在做義式杯葛有他想要達到的目的 也就是說你到底想幹嘛 最後的目的你要達到什麼樣的結果 你自己心裡要有一個打算 那不能夠把過去的案子跟現在的案子混在一起談 否則就會流入情緒嘛 我去年的案子我不爽 我前年的案子不爽 所以我現在拿進來的案子出氣 我們是case by case 今天處理預算 你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 所以你要做這樣子的議事程序 那你這個目的要提出來 以前是民進黨在在野的時候 我們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 國民黨不讓所以才會有這個 杯葛的這個榮長表決 那這一次就是用一開始 院長副院長所講的 從6月6號開始6月7號開始 召集協商從頭到尾都不來 以至於沒有人知道 國民黨在這個預算表決上 到底想要達到什麼目的 那不知道什麼目的的時候 我們現在要去做榮長的表決 這個是就變成說我們不知道 因為如果你目的提出來 民進黨堅持不讓 有沒有道理這個給社會公平 那如果你都不提出來 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到底 你們到底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啊 那你們可不可以跟我們講 你們要達到什麼目的 那我們民進黨回去思考 我們回去溝通 可以讓的部分我們讓給你嘛 事實上我也有一些部分 我也是同意時代力量的講法 因為你這樣的情緒性的表決 使得該不該刪淺 該不該凍結 完全都沒有討論的機會 那這個是 坦白講我們內心也有不安啊 可是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行政機關在旁邊看 那他們就是坦白講 你在野黨到底要達到什麼目的 我覺得還是要講 你不講也不知道 怎麼樣溝通下去啊 好來 洪金兄 我看我們是要解決事情啦 剛剛國民黨跟民進黨這邊聽的 我覺得有一條路可以走啦 第一個就是 那個廖總召所提的 就是不斷電的部分 民進黨這邊就 民進黨這邊提出回應出來 就是我們就不要24小時 然後 民進黨這邊 也希望這邊不要點名表決 那這個都有提出訴求了嘛 那提出訴求 第一個民進黨這邊 這邊就取消不斷電的24小時方式 那這一邊取消點名表決 那共識就出來了嘛 那有副條件啦 好不好 不過取消再回憶 再回憶把時間弄短一點表決 不是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協商的磨合嘛 因為從這邊提出兩個的重點 你照過去模式 照朝野鄉模式 照過去怎麼樣做什麼 現在這裡先談嘛 談兩天也沒有關係啊 這個 我再加一個啦 就是說因為我們也有提 關於這個 有些案子 如果 是不是把案件數降低這一塊 因為我知道親民黨是全測啦 那實在是 因為我們有些案子覺得相當重要 可是一定的比例的測 多餘的測掉 比如說 親民黨全測 我覺得 這實在是 我們沒辦法做到 可是 比如說我們測掉三分之二 或測掉三分之一 那是不是其他政黨 按照這個比例 我們沒有全測啦 我們那個 測掉一部分 我們還是一部分還是有 像中游那個 我們是有留下來 我的意思是說 除了開會時間 然後點名表決 那是不是各黨團 也可以把這個 提案的數目 做個整理一下 達到一定的比例 因為這樣子才是配套嘛 我們開會時間減少之後 如果我們案件數也減少 然後我覺得 反而比較有可能實質的處理這樣 我覺得這個部分 數目這個部分 還是要拿進來討論 其他兩個我們支持 我們沒有意見 好來 廷薇再請郭東雄 謝謝院長 因為其實我相信 今天大家都希望能夠 有一個協商的一個方向 還有一個共識 因為其實昨天這個事件 大家真的都很不捨 所以我覺得 大家拿出誠意來 我相信我們民進黨 我們也不會堅持說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而且這個預算 我相信大家應該還記得 在這幾天 其實有很多國民黨的案子 我們是同意的 可是我們同意的時候 是被國民黨打臉說 你們同意我們也不同意 自己提的案子 自己去做了否決 說他們也要表決 所以搞得我們也一定要反對 所以我們都覺得 這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一直說 國民黨是不是應該要來談 可是一直沒有得到正面的回應 那剛剛那個區委員所說的 就是說把提案數降低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國民黨的提案 這裡面包括我們昨天 有會整出來的 就是說 光是王惠美委員 跟顏寬恆委員 兩個人的提案 其實一模一樣 連標點符號錯字都一樣 所以是不是這個部分 你就可以把它合併為一個案子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同一個案子 有些刪減 刪減數不同的 那這個部分 是不是你們可以統一一下 到底要刪減多少 然後又有同一個案子 又有要刪減的 又有要凍結的 然後都是同一個委員所提出的 那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說 那到底是要刪減還是凍結 把這些把它彙整起來 然後看最後多少個案子 我們大家來談 在這個協商 我們這個也是公開透明 這個都透過這個錄音錄影 大家來談 哪幾個案子 你們要怎麼處理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談 包括昨天 應該國民黨不會忘記 有一個案子 你們提案說 要刪五億 我們也同意啊 我們也同意 我們沒有反對啊 那最後也是這樣子處理掉 那光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們一開始 一開始針對 國民黨這個通案的部分 這就是我們的資料紀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好多個案子是同意的 可是我們同意的時候 國民黨說 你們同意我們也不同意 所以才逼著我們 不得不去思考我們的一個 我們整個的策略 所以在這個時候 才會去做出所謂的不斷電表決 因為國民黨的態度 就是要用拖延嘛 所以才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 回歸到整個 我們在處理提案的一個實質監督的立場 該刪的就刪 該凍結的就凍結 我們絕對不會護航 好來 郭東修 剛剛大家提到的這個尊重跟協商 我個人感慨良多了 我確信人是要互相尊重 尤其在國會這個地方 應該是多數的要尊重那個少數 我們的整個規範裡面 對於少數黨也都有這樣的條文在裡面 我們非常尊重少數 但是這段時間看來 剛剛我們水長所講的 我們在委員會的時候 每一個提案或者每一個法案 我們已經備受壓制 備受壓制 當然院長你不在委員會你不知道 所以那個狀況完全沒有所謂的尊重可言 這第一個 第二個協商 協商是非常重要的機制 過去完院長時代 我們國民黨以執政黨的姿態 國會多數的狀況 對於協商完全尊重少數黨的意見跟建議 但是我們看到了這個會期幾次的協商 最後都是民進黨的一次不改的結論 那樣的協商要怎麼協商下去呢 對不對 你今天在講協商 我們也願意協商 但是拿出誠意 拿出尊重出來我們就協商 董事長 最重要的是今天我剛剛已經提出了 我們對於任何委員 花了時間 花了精神去查資料所提的案子 我們絕對要予以尊重 我不客氣的講 這個各機關 被提案的 被刪或者是被凍結的這個對象機關 應該最起碼來說明一下吧 來跟提案的委員來說明一下 我們才決定這個是可調整 以上 我要回應一下 這讓大家說話 要照事實 你所謂的尊重 我最重要的這個道理 我幾乎是 天天去國民黨黨團 一下是王院長那裡 在座我們都吃下噴麵攤很多次 我最終去那裡頭十八以上 剛才一定說 也真的我們大家炒的聲 從八百萬也沒來 這種沒有尊重 我們從少數黨出身的 我們最懂得這個尊重 這個少數的權益 所以我一直要強調 超級協商 讓少數黨能夠發揮最大的功能 你們不簽名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這個 你說一次不改 哪一個案子是一次不改 即便是不讓黨產 也在這裡 這裡協商 我們讓 有些幫台灣是讓的 結果有道理我們可以改 怎麼一次不改 那你表示在議場後面我們還在談 沒有那個一次不改的 你講的大概只兩個事情 有關於不讓黨產 以及出產條例 在審查會的時候 是你們自己要鬧跑 媽媽追走 那我們即便我們內部 為什麼還開 委員會還開 你注意看委員會 為什麼你們走的以後 這個不讓黨產開五次 我們內部有爭辯啊 實際上也有提出我們也改啊 國商在這裡 包括出產條例也是一樣啊 我們黨產板 後來 連都走不掉 只要我們跟實在一樣 我們都改了八條 我想說 包括不讓黨產 這種敏感 我們這樣上禮拜五這次 這裡是不是談了很久 至少走完那一輪 沒有那個一直不改 只要有道理我們都接受 我們懂得執政的困難 國家的挑戰 所以今天我們回歸到一個 我們講說對錯了 最後的結論好不好 最後的結論 就是說我聽著聽著 就有共識了 第一次說不要點名表決嘛 那個你先放旁邊 因為可能用不上了嘛 這兩天可能用不上了嘛 第二個 這個 我們要實在一樣談的 和親民黨談的一樣 那個 有的案子根本不合理 大家要提掉嘛 第三個就是建設害兇嘛 這個幾個動作 都做在一次行為裡面 那這兩次都在一次行為裡面 都併在一起的嘛 要尊重 等於要表現尊重可以看 我們拿去的那個24小時 24小時 那就沒路嘛 那就沒路了嘛 那就沒路了嘛 我們直接說就好了嘛 這個 我跟哥 對啦 其實我們跟黨的報告 這是用最少人力 最有效的效率來處理這個事情 所有的事情 全部在這一堂 那個24小時不當然也沒有了吧 對不對 本來我們中午還是休息兩個半小時 從12點到2點半才開會 晚上3 我們到5點還是有休息3個小時 那晚上有一個小時給大家吃飯 其實喔 我們大概一天也休息大概有七八個小時啦 有啦 那 國動兄講的有道理 如果這個是取決於主席的裁決 那 最後兩天我自有裁決 絕對會讓各黨團 有充分休息的時間 這一點 這個國民黨黨團可以放心啦 我們 除非你當然要做決議我也不反對啦 要做決議我也不反對 那 我們基本上 就不超過12點 這兩天就不超過12點 那早上就9點開會 讓大家有9個小時可以好好長時間的休息 那剩下的 是不是大家就依照剛才特別提到的 點名表決 這個就不要了 這個沒有意義嘛 那你案子大家重新整理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因為現在恐怕要重新整理 也要時間回去整理啦 那如果大家同意重新整理的話 我們現在就9點32分 我們到12點就給大家回去 稍微談一下 先處理的部分 先做一些檢討 我們下午2點半開會 那我們能不能在大概1點的時候再回來 重新將早上整理的案子 做一些討論 要測案的測案 然後要表決的 你如果國民黨黨團覺得個人的提案 不好意思把它測掉 也沒有關係 但是黨團可以測掉 測掉多少 至少我們下午1點再做一個整理 那這樣子 我們現在在這裡 再重複這些問題 很可惜啦 這個還是 好來 我還有一些要表達 不是你這樣說這樣就照這樣 我跟你講喔 第一個 各國營事業單位 這台收台 所刪除的 所保留的 完全沒有任何一個人 說去跟委員 我給你做一個說明什麼 第一個是默示 什麼閉門跟 你本身人給你做一些處理 你當然你要去做說明嘛 完全沒有啊 第二個 你說我們這個南海主權那個議題 我們那邊 邀請 國防部 漁業署 海巡署 內政部 幾乎都不來練習 這就是你下令嘛 對不對 你竟然不尊重 我們一切就照議事規定嘛 對不對 對 你不尊重 你不尊重 我們跟你配合 如果全世界不太好 有啦 我們三生五運叫 所有的部位去拜託 去磕頭 你都不讓你去嘛 現在說南海主權 還學到頭講 南海主權也是 大家都協調 今天協商到現在 那民進黨這邊 時代力量這邊 我們都針對這一次的總預算 裡面有什麼樣的議程 跟內容上面的需要 再講 但是國民黨的發言 他們都沒有針對 他們這一次總預算裡面 到底有什麼問題去處理 所以是不是可以建議 國民黨 我們幾位委員 下一輪發言的時候 那是不是可以針對說 這一次預算有什麼問題來談嘛 不然這樣會沒有結果嘛 那我一個 我一個建議啦 就是國民黨的朋友 如果願意在這一次的提案裡面去做刪檢 那刪檢的結果 你不願意協商 或怎麼樣 你就到院會去表決 那表決剛才也有一些方向 那如果可以刪檢 那如果說完全不願意刪檢 那就到這邊來協商嘛 那如果你有刪檢完了之後 剩下的案子 你說堅持不協商 要到院會 那就到院會去啊 這樣不是比較 比較就事論事嘛 對不對 我看已經都很清楚嘛 中午以後 院長還是主持 我是覺得就不要進入議場 還是在這個主持協商 把國營事業相關單位找來 然後針對有意義的案子 然後這邊大家提出來談嘛 那國營事業做補充說明嘛 那大家可以有共識的就把它刪掉嘛 然後最後沒有共識的 我們到明天才拿到院會來表決嘛 那這樣子 這邊也達到國營事業對他們的尊重 然後民進黨這邊也釋出相關的單位 也對他們也提出說明 這樣子就 一些事情就很好處理嘛 然後到明天再來 有爭議性的我們再來表決 那這個事情不是就可以處理掉嗎 這個我聽出來的一個看法啦 現在院長採決2點半 如果所有的東西要整理嘛 就是協商嘛 現在有多少案子 1500個案子 少了100多個案子而已 所以今天下午 即便是馬哈聰 一直我們在這裡協商 協商到禮拜五凌晨12點了 也是協商不完啦 所以其他都沒有問題 什麼點名表結 2000個案子你同樣勒同的 那大家坐在這裡 那一下一下都不見 我們沒有說 1點鐘表決8個案子而已 很有意義的 10萬20萬不要表決1點鐘才八個案子而已 大家想法也有意義 直接說 用最誠意的 我們非浪都 該浪非浪都 你放心都是南千豬 這個預算是國不動騙的 當然也是要先看一下 對嗎 那各部會全部找來 就照國務劇的程式 照議員法院職員法來處理 就繼續協商 那其他人 保證到兩天好像不完 所以沒有那個表擱的問題 在這裡和我說就好 這樣最理想嘛 對啊 也沒有說不斷電的問題 用最少的時間和最作為有效率 而且用醫師能源最精簡 因為不同的部會一直進來嘛 好來 來 郭東修 我覺得 執政黨到現在還是沒有誠意的 你處處講什麼沒有意義 怎麼會沒有意義呢 我們提的是議事規則裡面的 有效的規範 怎麼會沒有意義呢 一定有意義在裡面 你們都沒有檢討嘛 你們都沒有檢討 才會一直說我們沒有意義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每一個提案 每一個提案 一直說是國民黨提的 怎麼是國民黨黨團 或者是我們國民黨提的呢 是行政院提出來的 他們有義務來跟我們做說明 提案已經提了 就應該趕緊來解釋說明 這個應該要怎麼處理比較好 或者來說明 或許可以化解我們的提案的 或許當中有一些落差 什麼都沒有 就用表決的方式 我們怎麼會同意呢 我們不同意這樣做法 所以現在就是不進入表決嘛 你今天協商 所有的各部會都會來到現場直接說明嘛 那說明你們能夠接受就接受 不能接受你們要三 我們支持你三嘛 甚至你要凍結 我們支持你凍結嘛 這樣不是就是最大誠意嗎 而且我再補充一個 剛剛廖委員有說 在委員會我們都不接受 不好意思 我們這邊有一個委員會所刪減的 裡面很多都是我們國民黨委員提案的 也都是刪減掉也是同意啊 所以沒有所謂的在委員會 我們不接受刪減預算 或是國民黨的提案 我們就把它否決掉 或是把它拿掉 並沒有 所以我們必須說 針對國營事業的預算 我相信民進黨的態度 是該監督就監督 該凍結就凍結 我們不會做任何的護航 但是今天的重點是在於 總共一千四百多個案子 裡面有很多重複 那我們是不是把這些都拿掉 我們就我們認為應該必要 而且如果國營事業不應該花的 我們針對那個來討論 是不是更能夠達到我們的一個效益在 這才是監督預算的立場 這樣子好不好 我告訴你 掌護一條國民進度3.5億 我們也總共打英雅 後來我們就讓了 人5億我們都會讓 好多你那個10萬20萬那些都沒說了 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先休息 然後我們找國營事業各個單位 依照他們的程序來這邊說明 大家的提案有三檢 就是每一個案子我們都可以來檢討 如果國營事業的說明 那我們聽了覺得沒有道理 那我們就支持 支持 不管是三檢凍結 那一個案子 如果大家還是個別有不同的意見 那當然就是要進行處理 那我們就休息今天特別來檢討 如果今天檢討沒有辦法有一個結論 那明天早上也可以再來檢討 至少要檢討到這個臨時會結束 有一個我們基本原則 委員會三檢討我們基本上都尊重 沒有關係 委員會已經三多少 三千三百多億 你要在家沒有關係 要合理的我們都可以談 委員會假如說不合理也可以談沒有關係 但基本上你尊重委員會 這個也大原則 好不好 委員會有三的我們原則都不去碰觸 所以有很大 你要堅持要改 沒有辦法大家都可以談 那這個原則先把握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是不是給大家準備的時間 看是11點 大家就回到這個會議室來 然後通知相關的單位 11點 沒有啦 我是說如果要去學生 要叫國營事業來 11點請他們來 那邊有兩點 這樣開始就一二一百就好了 所以11點通知開始 你現在要四天洋通知 我跟你說齁 這個事情我們還要回去考慮 因為我們一定要董團台會 還要開會 不是我幫你答應 反正你兩點半 沒有啦 還下去 兩點半之前我們來可以 10點我們還要董團台會考慮 因為 你說幾點 你說幾點 你說兩點半 好兩點半齁 那就下午兩點半 好 宣告一下好了 宣告一下好了 好